花蓮慈藝道院24日上午在南兵公園 举办了110年春游及母亲节的庆祝活动 将近60个家庭100多位学员参加 除了活络彼此情谊 也借此活动传递敬老爱老及习孝的价值 谢上康乃馨提前庆祝母亲节 以弘扬一贯到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花蓮慈藝道院 为庆祝即将到来的母亲节 邀请学员参加24日举办的 110年慈藝道院春游记母亲节活动 三代甚至五代同堂齐聚享乐 期盼唤起对亲情、家庭伦理、孝亲、尊师重道及敬老春贤的重视 那这一次最主要的对象就是我们慈藝道院的所有道亲 平常我们在道院里面 我们就是以研究道理 大家一起共修 那在共修之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 一起出来外面踏青的机会 能够让一些老菩萨们能够有一些健身的机会 还有跟小朋友一起互动 其实我们今天总共来了100出头的这个人数 那老的从90岁到最小的3岁左右 今天到场的几乎是有五代同堂的这个亲子活动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机会 这个活动能够把我们慈藝道院 所有道亲的心大家共同把它结合在一起 那为了我们慈藝道院的道物能够更含红残 100多位的学员和工作人员 透过趣味活动和游戏增加彼此情谊 毕以虔诚恭敬的心 由小朋友送上康乃馨给长辈 一起吃蛋糕庆祝即将到来的母亲节 从小学习饮水思源表达尊敬和关怀 接着长方言 华脸师报导